这个视频会教你怎么在虚幻 虚幻引擎里面制作一个 类似于黑管之魂的第三人称控制器 其中包含的元素有 状态之间 状态机之间的转换 你看我们有idle state 就是静止状态还有移动状态 然后就是会有一个翻滚的动作 除了翻滚的动作之后 我们还会加入一个轻攻击和重攻击 就是轻攻击 然后等于鼠标左肩会有重攻击 然后重攻击这种 它还有两个攻击动作 你可以用这个去更改一些它的逻辑 实现一些类似于combo 打出一些连招的操作 然后我们还会加入一个 简单的拾取系统的演示 去拾取一把键 然后去进行轻攻击和重攻击 这就是这个视频 这一系列视频会主要去做一个教学的东西 然后其中会用到了虚幻引擎里面的各种功能 和去设置一些基础的类 尽量去让大家可以去熟悉 制作一个第三人声控制器需要用的各种工具 就需要用的虚幻4里面各种工具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投币点赞 谢谢